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块是用过巧克力的那个花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用过跟没用过的区别在哪里 那一哥你给我讲一下 你看像现在这些牙头对吧 这些花还没有得摘 你看就已经有很多新的牙头开始不断的在往外冒了 比较明显的一个效果的话就是说 催牙这块跟牙头这一块的话 比他们那边要花力的好 那就等于说这些一出来 它就是有花了是吗 对对对 一长出来之后它就开始有花蕾了 那就等于是摘了这一批 然后我们接下来不用等很长的时间 这一批又有花摘了 对 那就是缩短它出芽的时间 它应该是三到五天可以摘的 然后这两朵能摘了之后 你看像这种就基本上就开始起来了 所以它就是不断的有花摘是吧 对对对对 来到茉莉花之乡 我们先看一下这片茉莉花 为什么到这个季节 它的茉莉花长势 包括花花蕾方面都比较少一点 我们再对比一下这边的 现在正在采摘 我们来采访一下 这个是我们的茉莉花充足大姐 这个时候听说是最后一趟花了 为什么长势还这么好呢 我用了巧克力啊 巧克力就配那个富豪肥一起搭配用的 我用了那个这个巧克力它分芽也多啊 花也多 你看这个花 最后一趟花还能长到那么多花 所以说它巧克力在后期的一个花摇分化上面 也是非常努力的 比常规的要多摘两到三 这个茉莉花地也没有多少 它产值最高的时候一天能达到28斤 整片看过去的话 它长的那个长势啊 还是比较均匀一点的 不像这边食用 就是说其他肥的话 它会长得一边高一边矮的 时候你看再转回 我们这边看一下 都是很整齐的那种吧 食肥巧克力 作物有何力 耶